大家好我是游子 昨天晚上我就想好了 准备把这片羊浆给剪了 因为边上的这个扑瓜 它没地方爬了 另外我觉得羊浆已经差不多了 不想让它种太久了 爬得又高 而且有一半爬到邻居家去了 这个邻居吧 说实在他从来不说任何话 就是从来不complain 但是你自己要自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问Sam要了一把大剪子 先把上面的枝 就是一段一段的剪 因为你放到这个对肥桶里 太大了 太长了 它也放不进去 Sam跑出来跟我说 长得好好的还开了花 你干嘛剪啊 我说它不会再长了 花也要卸了 季节也不对了 所以呢 我得剪了 看着上面越来越少 地上越堆越多 好像还是剪了长了 所以我又在地上 把它们都分成三段来剪 上面都剪完了 开始我挖根 挖出来上面都有羊浆 但是在根上的不是很多 最主要是在地上 你看 就挖出来好多羊浆营养非常丰富 还有很多的维生素C 一般的朋友拿回家了以后呢 羊浆都是做酱菜吃 每天吃早饭的时候啊 或者有的时候觉得菜没什么味道的时候啊 就来吃几口这个羊浆 哇 你看 这个根上全部都是地上其实还有啊 待会我还去地上挖 汪羊浆啊 其实有点像挖土豆 但是呢 它比土豆要小 所以呢 要挖的时候 很仔细 我尽量没有用铁锹 因为如果你用铁锹的话 它很有可能就是 断掉了 或者给你切开了 这样呢 它很快就氧化 很快就发黑 所以呢 尽量地用手去挖 这颗很大 而且它长得很结实啊 哎呀 好多都在地上 就是我是把根拔断了 待会再用铁锹或者用手 拔拔看 看看能不能 把下面的羊浆拔出来 其实每一根需要 你看啊 这个下面全是羊浆 手稍微摸一下 就能摸到 先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颗其实是很小了 但是 它下面 我挖出来好多 你看到啊 它就说 它的根还是很壮的 挖了满满的一大盆 我一个人根本吃不了 我分了五六份 给了朋友 我把这块地整理一下 除掉一些野草 没想到 在整理地的时候 又挖出来几颗羊浆 我知道这下面还有很多 因为我没有生挖 我希望明年它能长出小苗 因为大家都想种 所以呢 我就留一些在地里吧 其实今年 本来我是种在那个角落的嘛 也是长出来好多 现在那个角落 我种了 这个葡萄 所以呢 我就种到这里来了 但是 我还是没有挖干净 下面还有好多 明年看 如果有羊浆苗 你们可以来问我要 现在我来处理 这堆羊浆叶子 我用那个大钳子 这钳子真好用 把它们都剪了一段段的 然后把它堆起来 在太阳底下 我准备晒它几天 这样呢 我就很容易可以去堆肥了 这样也是少了很多水分 所以说 朋友都说 你怎么堆肥没有黑水啊 当然有黑水啊 问题是你处理过了 它就没黑水了 你看刚刚一大堆的这个叶子 我给它剪一下 然后这样堆起来 太阳晒个两天 我跟你说 就成很小一坨了 又没水分 体积又小 这样你放到桶里去堆 很快就堆熟了 这盆白茄子啊 是去年种的 它还在不断的结 但是呢 就是不能让它结太久 很容易老 今年种完了 我肯定是把它要拔掉了 辣椒也是 茄子也是 种了两三年啊 它结的果也不是很好 然后容易老 主要是 这就是 我摘下了大概四五个白茄子吧 然后我又去前花园 再把几颗大的茄子给剪了 这颗细的小的还是留着吧 然后前几天我也摘过几根茄子 准备一起煮了 做油焖茄子 这一颗也是 你看那么大了 所以必须得剪了 下面还有两颗小的 让它再长上吧 其实这个季节呢 可以拔了 但也可以让它稍微再长一下 我是准备十月底 把这种茄子辣椒啊 全都剪了 顺便我把这些不好的叶子 也剪掉 今天有朋友给我看 他把他们家的辣椒啊 都辣秧了 其实那些辣椒啊 这个叶子都还是挺好的 长得很健康 而且也有一些花瓣 但是它为了要种别的东西嘛 没地了 所以就得拔了 我也一样 现在我的苗还很小 所以这些东西我还能留着 当我的苗要 一定要移栽了 对不起了 这些我全都要拔掉了 你看它还在结 我还是今天把一些大的辣椒啊 给它摘下来了 因为希望它这个营养啊 到那个小的辣椒身上 辣椒今天采了也不少哎 这盆甜瓜呢 我觉得也是到头了 叶子都发黄了 所以今天我准备把它拉移了 摘了三个比较大的 这个甜瓜 哎呀 这里一根椒白那么大了 赶紧今天要采了 如果不采的话就会老 椒白就这样 漏白多了 赶紧要采 采了以后放冰箱 留着 等采的多了 再吃吧 哎呀 今年吃椒白 真的是吃过瘾了 这个种植床的萝卜啊 现在疯长 我看一些红心萝卜呢 已经长得很大了 这个萝卜不会长得很大 再大的话呢 里面就空了 另外一个也是怕它裂 因为现在天还是蛮热的 所以呢 我就采了差不多三个红的 一个白的 还有一个是绿的 绿的呢 其实它还能长 但是呢 我想尝尝味道 看看我今天的收获 哎呀 萝卜叶子 我必须得把它马上处理了 炒了吃了 要不然它就不新鲜了 因为现在还是很新鲜啊 然后茄子也是 今天要把它吃掉 辣椒没关系 放着吧 羊姜也是 我清洗一下 我已经跟朋友说了 你们要不要 已经四五个人问我要了 然后我又种了 这个三种种子 这个是日本店里买的 这两个是补的 补种的 哎呀 忙了一上午 又到中午了 做饭吧 一早上我什么也没吃 但是我 去地理的时候 就准备了 这个玉米 跟小吃豆 做的这个 像豆浆一样的 然后我放了 白香果汁 跟那个 金桔 还有大柠檬 一种像福手瓜一样的柠檬 放在那个蜂蜜里面泡的 吃了快大半年了 这个是桂花香 再倒一点桂花香 前几天朋友 他们家摘的 黄的那个百香果 哎真香 我买了一斤五块钱 我把里面的籽 全都挖出来了 然后放到这个柠檬 蜂蜜汁里面 吃的时候摇一勺 这杯东西喝下去 可以让我顶一个小时不饿 我一边喝一边做午饭 这是我韩国店买的蛋鱼 我把它融化了 因为它冰得很厉害啊 我早上出去花园里的时候 就放在水里让它画 现在把它去掉零以后 把里面的那个杜囊啊 破开 把里面都洗干净 然后切了一块块的 清洗干净了以后呢 先在身体上画几道 然后再切成一段一段的 现在我准备煎鱼 要煎鱼不让它粘锅的话呢 就把铁锅烧得很旺 然后再倒入油 等油热了以后呢 就把鱼放下去 哎呀 这个鱼呢 我洗的有点急 所以呢 有好多水 我就拿一个网 把它遮起来 这样它就不会见到我了 说实在呢 我拿出来秋天的衣服 好多都有油剂 我都跟我朋友说 你说扔了吧 有的都是很新的 但是呢 看到这些油剂呢 哎呀我又 不想要 又想扔了 其实做饭呢 一个是煎了东西的时候啊 最好是 穿一些不要的衣服啊 或者是 是 啊 围个围斗 但是我经常会忘记 啊 围围斗 现在把带鱼 放下去一部分 让它煎 两边煎黄了 我把第一批的拿出来 然后再煎第二批 油不需要很多的啊 记得你要鱼好吃 不幸的话 就是一定要把鱼煎透 现在把第一批煎的鱼也放下去 鱼都煎好了 然后我拿点黄酒 为了去腥啊 喷上黄酒以后呢 你必须得马上盖上盖 让它这个酒味去熏这个鱼 这样这个鱼就不会很腥了 盖上五六秒钟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我浇上了鱼露 然后再浇一些鲜酱油 如果你想红一点呢 你也可以放一点点红酱油啊 我觉得已经够了 我就放了一点鲜酱油 然后呢 让它焖一会儿以后 撒上葱 然后再盖上盖 让它焖 为什么要盖上盖 让它这样焖呢 因为我没放水 所以呢 你盖上盖了以后 它就会有产生这个水蒸气 然后这个水蒸气呢 会把这些做料都融化 让那个鱼吸进这些味道 很快的 煎鱼时间比较长 但是后面的动作都很快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咸的话 你可以再放一些红酱油啊 我是觉得这个鱼露啊 是蛮咸的 所以应该是够了 我其实已经关火了 这个时候 因为我想 这个炉子还有余热的嘛 所以我 已经关火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们起锅了 干烧带鱼 就是没有水的 是干的 看到吧 锅里面一点水也没有的 你可以试试哦 很香 很好吃的 这个带鱼啊 质量还是不错的 我是在韩国店买的 接着我来处理萝卜叶子 啊 这几颗萝卜 叶子长得真的很茂盛 其实这个红心萝卜长得也不小了 差不多跟我拳头那么大了 红心萝卜是不会长得很大的 然后这些叶子啊 我必须得采上来马上处理掉 因为为什么呢 它会发黄 就不新鲜了就不好吃了 我准备把这些叶子呢 采了以后 马上就腌制一下呢 把那个苦水腌出来以后 就炒毛豆 然后分给我几个朋友 我一个人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多的 萝卜叶子的营养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种萝卜 叶子又能吃 真的是很划算 而且你看吧 我差不多就种了一个多月 它就是接得很快 把洗干净的萝卜叶 就这样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然后放到一个大锅子里边 放上粗盐 然后就用两手搓 就像搓你的衣服一样 搓到它这个水都出来了 就可以让它腌制 一小时以后 它已经有好多水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放到一个漏斗里 把水挤出来 看这都是漏出来的水 再把菜拧干了以后 就可以炒毛豆了 锅里多放一些油 然后先把毛豆先炒 因为这个毛豆是速冻的 我在水里边少会清洗一下 放下去 就这样干炒 炒到它水分全都炒出来 要不然那个毛豆吃起来就是水水的 这样稍微会干一点 稍微好吃一点 当然不像新鲜的是脆脆的 这个是不会脆的 我来来回回炒了好久 然后把萝卜叶子放下去 这个萝卜叶子我是拧过的 所以呢没有很多水分 现在就开始炒萝卜叶子 哇满满的一大锅 但是你越炒它就越少 因为这个水分都给你炒干了 后来我就放了两勺糖 这个萝卜菜吧是腌制过了 是咸的 所以呢必须得放一点糖 来叼那个纤维 现在我盖上盖 让它们再焖一会儿 其实这个毛豆呢已经让我炒熟了 但是呢我还是要一些蒸汽 把那个咸菜呢好好的烧一下 很烫的蒸汽 然后开盖 我又加了一点点盐 因为我担心这个毛豆啊不够咸 其实我尝了一下还可以 我给几个朋友 我发了信心问他们要不要毛豆 炒萝卜叶 我说我只是想让你们尝一尝 种萝卜 这个萝卜叶有多好吃 嗯 也许只是我觉得多好吃吧 我不知道你们吃了觉得好吃不 有四个朋友跟我说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尝一下 我给自己盛了满满的一盆 然后我拿了四个盒子给朋友 四个朋友成了各一盒 其实也不多 只是给大家尝尝味道 记得这个萝卜叶子啊 用粗的盐来腌 然后不需要腌很久 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炒的时候一定要放一点点糖 这是一根胶白 留着吧 因为过几天还会有胶白 所以我放在保鲜袋里 放在冰箱里 接着我来处理茄子 这些茄子很简单 我就是把头去掉了 然后切成菱角 然后我煮了一锅水 先把它们在水里边煮熟了 记得我是先煮一锅水 煮开以后 我再把茄子放下去 然后盖上盖 让它煮熟 很快它就煮熟的 所以不要煮很久 然后起油锅 锅里都放一些油 但是也不需要很多 如果你是这个 茄子没有在水里煮过的话 你得放很多油 但是这个茄子 我们已经在锅里煮过了 所以呢不需要再炸茄子 在水里煮过的茄子 比较嫩 如果是炒出来的话 它的皮一定会感觉很老 好了现在就可以调料 我放了鲜酱油 放一点点蚝油 炒入味 然后直接放葱 我呢应该是要放一些蒜蓉的 但我没放 然后加一点点糖 好好的让它翻炒一下 因为这个茄子是煮的 所以它会有水分出来 你不需要再加水了 现在就可以火关小一点 我基本上等于是关火了 然后盖上盖 就让它焖在那里 这样呢 让这个调料 能进入到茄子里 我真的觉得炒茄子 如果 尤其是油焖茄子 你在水里煮一下 真的炒起来很简单 特别快 而且这样的茄子 炒出来很嫩很露味的 好了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看看 颜色也是很漂亮的 我没有加红酱油 我只是加了一点点 鲜酱油跟蚝油 你看 很亮欸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吃饭咯 明天再给你们看 我是怎么做羊姜 怎么吃萝卜的 谢谢你们的关注